这个是去年的年底,11年12月的圣战,前后几件事是警罗女文。 一个叫周瑞金的,就评了他一篇黄甫平的文章,18年接着吃,要充当教师爷,当太党。 还有一位经济学太党,我不变点名了,在一篇重要的改革杂志上,发表长文,提出总纲理。 这两个也提出了改革和顶层设计等等。 这个总纲理很有意思,里面讲到经济这块,讲到国有企业这块,特意提出两条, 这条叫做现在国有经济的成分固定比过去少。 但是比较圆滑,比起一些浅薄的经济学家来说懂点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国有企业,因为现在统计上没有全部经济公司中间的国有经济比重了,不反应。 但是工业上是逐年减少,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根本不存在,统计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 就是完全是反向的,只不是在各地上,不如咱们对部门展开的。 诚实那一套,但是说,下面简贴的一句话叫做,现在国有经济还存在于所谓国家命脉的行业。 这是非常关键的句话。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向国家控制的国有经济的经济命脉开刀。 这就叫做,这就是两个底牌。 所谓有一群人,自称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所谓改革供电站的底牌,就是要向国家命脉开刀。 第一,叫私有化,分拆,所谓国企垄断,垄断型国企叫分拆,私有化,先是先古分化后私有化。 私有化,国内所谓的民营经济,在他们的字典中间,包括国内的私营经济和外置经济。 也就是说,他们的改革供电站,就是把国家的命脉交给私人和外资。 这就是什么呢?按他们的做法,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工天站完成,经济也完成了。 这就是,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和致命力化的资本主义化。 那么,这个东西,明白的是,和,从改革开放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二大,一直到十七大,十七大,反复坚持的,叫做基本经济制度。 国有经济站,我们的领导地位,这基本经济就排到。 那么,这个东西是,等于是在带着颠覆性,带着这个基本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性的这么一个纲。 他有不好公开说,就当经济学大家了,不好公开这么说话,就拐着弯着说。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是一个富裕的,文明的,和谐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他们就要用法治的市场经济来打掉他心目中的权贵资本主义。 而他经济中的权贵资本主义,在今天的,在今天他的字典中间,就是现状。 什么现状呢?实际上他们已经认为,中国今天,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现在是官家经济,权贵经济。 全国经济就是,成为资本主义,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就是现实的,国家矿制的,国有经济的核心。 明白这个? 啊,心目中的,法治,法治市场经济,就是,彻底的资本主义。 而把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挖掉。 呃,如果这样的,权威的意见被接受的话,那么意味着,不仅是,宪法,党的基本当点,和,关于经济,经济方面这个问题上的方针,全部彻底改变。 当然了,呃,想做到这条,并不那么简单。 啊,所以他现在不直接说,我要改预你,基本的楼线,基本的你,制住,而是我要改革空间。 打着改革的旗号,来颠覆,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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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讲这些,这是第一条,啊,呃,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从十三,十三大以来的,十三大以来的, 关于国有经济方面的表述 全面的整理议判 我说不好状态 不好状态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所谓自然冷占行业 国家经济命脉这块要放给私人的 没有这些话 而现在他们要反垄断 反国旗垄断 这个意思就是要在这开刀 它能开到什么样 下面来说 所以这个问题 现在确实是什么 就是说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或是中国的 中国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这么一个基本政治制度 在当今 在当今所谓这些人的叫做 加快改革改革 这个回合中间 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考验 是一个生死同盲的问题 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是中国的两个前途 两个方向的问题 斗争的问题 所以说它本身确实不太严峻了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 第二 它能做多少 咱们从 因为我是研究纯经济的 是吧 我只从经济角度和技术角度 指出这一点 它来不及做 在今年它做不下来 为什么做 现在的所谓国有垄断 包括几种 一种叫自然垄断 比如铁路 就是自然垄断 你不可能把这条铁路网 拆成几块 拆成几大块 中国 中国的铁路上 是铁路世界上最繁忙的铁路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统一的铁路网 统一的调路 是技术上所动心 你就算把铁道路不取消 并到交通部里去 它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铁道局 还要必须行使行使全国统一调路 在这种情况下 厉害想把网运分开 把这个货运公司 客运公司独立出来 都很难做到 为什么 因为铁路太忙了 要不太忙 不可能做到 又比方说 电力 中国的电网 跟任何国家世界的国家电网 都有做区别 为什么呢 中国的电源是比较的 中国的能源 矿产是比较集中的 在这种情况下 西梅东宋是 是成本非常高的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存播一个统一电网 是不是 可以 给它分开 分成大渠网 但是 如果要想从 节约能源的角度来看 现在国家电网要搞 这个 西梁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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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提高电压 现在我们的电压 干线 出电电压 最高是50万伏 马上要提到80万伏 和100万伏 100万伏的话 就是从 所以从 单速 把电速 转动过来 有人说 啊 你这个东西是在搞 加算混乱 我就 反问一句了 这是一个 生产力决定的问题 而不是你要用 单程的 提升问题 来 来加制生产力 进步的问题 电网是自然总结 就没什么可说 就算你将它 把它分成七大块 很大区分 在区内还是一个 统一的电网 一样你 不可能再分担 好 我们就算打算 将来铁路也好 是电网也好 变成一个私人 有私人部分 参进来 参进来可以 但你想改变 统一调路 这么一个制定机构 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说 你这个 细则再制定 这么完善 有没有 啊 呃 这些经济学家 他们不懂 或者他们闭眼 多少年不长进啊 十年喊 反垄断喊了 十年了 不长进 不懂里面的 所谓自然的垄断 不承认有自然的垄断 不承认 各种 勇乱行业中间 有自己的 独特的技术 所以他做不到 他现在急着忙着 要献上教 献大 也来不及了 军工 他们说是让私人企业进入军工进程 对啊 但是以前有一个有几个很核心的东西 啊 核心的机密 核心的技术 航空航天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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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任何国家也不允许 啊 私人去 玩这个东西 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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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的这个战略武器 他梦想 他如果是让私人企业去做轻武器 去和国际兵工商竞争 让他竞争去 这是好事 不是坏事 或者不完全是坏事 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就像所谓的这个军工垄断 本来就是垄断 任何国家都在 你说美国竞争去试试看 他只能在外围竞争 搞软件呢 设计芯片呢 我们也在我妹也在竞争 市政 水 上下水 这个东西 让私人猛乱 这个 或者这个这个这个 市的公交 让私人去做 已经有先例了 有几个程度 大家 这太 是吧 已经前面都要先例了 是做不到 或者做到也真正是有限的 所以说呢 他想 他想说是让青山人聊 让私人企业进入这个金融栏 他们都无非是眼红这个里面的高利润 实际上 高层 这里面没什么高利润 真的高利润呢 是石油 今天中国石油这么紧张 国内就没什么油了 是吧 很勉强很勉强 是吧 国家能够控制着 战略型大企业 出去 走出去 开油田 跟别人谈判 去买油 是吧 让私人这么 就瞎瞎瞎瞎的 你在浪费资源 这不叫 资源的有效配置 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就比方说那个 那个 银行 是吧 怎么不是没有 没有让你不竞争呢 银行公司工作有四家小公司 是吧 纯次一个小公司 让他进来 对吧 他不是在前一天 高兴去挖那个 银行大银行公司的飞行员 这就怎么样了 他玩不下去 十两天 为什么玩不下去 银行运出公司 必须是有规模的 没有五十架飞机 你想玩 你根本就玩不起 他那些小公司一年三五架 三五架飞机 就管一个备件的 广运的飞机备业 这那个 流动资金 他就受不了 他成了不起 成了不起 他成本就高 成本就高 他就 直接流动不了 流不到他就要欠债 欠债 他拿了人家的票款 然后就 该了人家的油钱 他不给 不给的话 那银行受不了 那银行就停了 停了 他就大跳 你看你欺误我们私人企业 你有能力 你四家私人企业 组织一个大航空公司 行不行 这没问题啊 他自己不整合 对吧 你还天天闹闹 说我这个民航管理局 骑取他 是怎么会骑的呢 有些时候他就是 叫无理取闹 自己不争气 自己不争气 没有这个竞争力的话 你还怪国家部 不知道 你从来 你把这些东西好好分析一下 他根本就在里面 有些事叫做 他没有道理 或者有道理 他自己不争气 缺乏这个条件 我们不 但是我们不 呃 不 不否认 将来他自己 民营企业 发展起来 可能会形成 几个大企业 所以我的看法是 他现在想 用这么点时间来供这个 这个东西 恐怕是 不行 有些东西本来就供不了 但有些东西是非常警惕的 就是我们的一些 非垄断型的 竞争型的 又非军工型的 一个大企业 沈阳一众 大连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不是 金二一众 沈阳大连的这个 这个这个 鸡床厂 大连重工 都是上海的那个 震华港鸡 都是世界级 世界级大的这个 这个 计刑设备企业 是吧 正好港鸡的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 集装箱的 已经在全身上 全是产量一半 他在做的港鸡 别的国家做不了了 绝对的 在某些领域是 南国万 是吧 大连和这个 沈阳的这个 这个鸡床 济南的鸡床 太原的鸡床 是吧 这个上海的那个 沈阳的这个 这个那个 叫灯斗鸡 挖洞的 上海的那个 灯斗鸡 都是叫做 进口地带 而且完全是自主创新的 都是叫做 顶尖的国有企业 他们是 中国制造业的 未来 产业升级的 脊梁 他们 或者是私有化的 被外国人分掉了 或者是被自己人给搞垮了 那中华民主的巨大损失 这个问题 都提醒我们高度重视 现在 舆论上 还没有 没有顾及到这一块 我都写了书了 我不敢宣传 把他们一宣传出去 又变成 重视之明 要把他们搞垮 但是他们确实 这些东西很同一些 这个 这一轮期瓜分狂潮 实际上 就最 最 缺乏抵抗力的 就是这种竞争领域的 促在竞争领域 又是属于我们国家制造业顶端的 大型的国有企业 就是应该怪怪铁上的自己 他们不争气 他们缺 他们违反了科技进步的规律 你应该先试 你还没有真正成熟的时候 必须先适应 不能够全面的 人家说大事 实际上能够做他们 对信用通话的好几家 华为能做 北京有个合力时 原来的电子六所也能做 而且做得非常好 不是说你们已经能做了 他们有这个浅强的实力 中国外来的电子控制 是装备制造的核心的核心 因为什么 它是全部装备制造 装备这个 重大装备的头脑 没有这个头脑 中国什么都玩不转 这是中国今天 也是一个很大的软肋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 包括三峡 包括中国的这个电网的这个 特高压电网 包括各大的化工企业 石油化工企业 发电企业 里面的里面的核心控制系统 这套核心系统 包括里面的硬件软件 这套东西 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 就是上了前十年 或者上了这个九十年代 从国外进口 人家现在已经是联网了 全球联网 我在中国 我跨国公布 我在美国 我在日本 我就可以远程监控 你沈阳上摩波滑工厂 清晶摩波滑工厂 这套装置的现实运气情况 我叫做远程维护 远程监控远程维护 我只要完成 有能力远程维护 我就有能力远程攻击 包括铁路 所以铁路必须自己干 这套东西 电子控制必须自己干 而且包括软件 核心软件 技术件都必须自己干 这东西没有国有企业的 没有国有研究部门的 这个这个 国家处理公关 这叫国家干预 不干预怎么行啊 那就没有经济安全可言 是吧 所以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的安全的屏障 是中国国力的核心 是吧 是这个这个这个 是这个这个 江湾这个产业升级的核心 这不要垮的话 中国就是一滩泥骨 就像我腰垮了 前上边腰垮了 前台床了 你把这个蓝药打垮了 这关键就完蛋了 这样子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这个东西现在 是 是 是 确实还是一场 是的 那 是 的 就 的 不是 是 有 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